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和朋友们见面了 在此我还想再次强调 中共不等于中国 党不等于国家 当然更不等于政府 当然跟人民没有任何的关系 除非它是人民选出来的 今天早上看到很多消息 都是关于夏林律师被判 以诈骗罪判刑12年 我想中共你自己在演这出戏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你的这些做法谁还相信 那么你自己相信吗 就算夏林真的是诈骗 那也应该由竞争大队进行侦查 而且要有被诈骗者举报 要求追溯者 才由这个竞争大队出面去追溯 从来没有说你一个国宝 主动去帮助当事人追讨诈骗的 这简直是笑话 再者说 现在网上有关夏林的文章 不断地被相关部门删帖封号 那么一般的诈骗犯会有这样的待遇吗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下命令 政法系统和宣传系统同时配合来做这件事情吗 我想大家已经这样的事情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可能也你中共自己在演 自己继续光着身子向前走吧 实际上大家都明白 只是迫于你的淫威 大家只是打他边求是的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而已 那么在此呢 我想跟朋友们分享的是 夏林被判12年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在监狱的经验 即使是杀人放火 抢劫投毒这样的重罪犯 也会在过半以后 就有可能被减刑或者假释 一般的这样的罪犯 过半以后几乎可以肯定就可以被假释 那么相对于像被中共认为 对他的专权有威胁的人 一天不被减刑而言 那么被判12年 几乎等同于一般的罪犯 或者一般的犯罪者被判24年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很多过去被中共迫害入狱的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或者其他一些为了追求理想 为了公平正义 或者为了讨回公道而被中共送入监狱者 基本上都是获得了这种一天不被减的待遇 不仅如此 即使是后来被放出来 也依然处于中共不同形式的监控当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你进了中共的监狱和不进中共的监狱 其实从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尤其是对于被中共视为影响他专权的这些人来讲 跟罪跟法律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实际上这只是中共想控制你的各种各样的多种形式之一罢了 所以在中共的专权之下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的监狱 至于中共要把你放到哪一个监狱套间里 是准监狱还是黑监狱 还是家庭监狱 还是宾馆监狱 还是地下室等等 还是培训中心 那就是中共自己做出的选择了 实际没有任何道理或者法律依据可言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中共的这种谎言已经失效了 剩下的只有暴力 我们看到就是不管你说的再对 我就是不听 不管我做的再错 我还可以这样做 我就继续这样执行 你说夏琳没罪 我就判他了 我就送他去监狱 你就拿我没办法 这也就是中共目前还唯一能够依靠的 这种无理无耻的暴力手段 只能维系的一个唯一的意图 一旦中共失去这个 那也就历史就要改变了 那么我想事情到了什么都不顾 只为了最后这一点的这个时候 离变天的时间也就不太远 最近中共的交通部 又公然的说 他们去年亏空 三千一百多个亿 高速公路也好 公路也好 这种收费竟然亏空 前年 也就是2014年 他说亏空是五百多亿 我看到有网友在调侃说 说年底梁山盘障 发现亏空二百五十万两 宋江说 我们强盗做的是五本买卖 怎么会亏本呢 军事就说 自从众头领 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 全都塞进梁山 吃拿卡药 连铁牛也去接他的老娘 只是半路上被老虎吃掉了 否则又多一个吃军粮的 那么宋江说 现在你们理解 我的难处和良苦用心了吧 必须招安 因为只有朝廷 才能养得起土匪 这话呢 你单独来看 不把它放在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中 或者说临时发生的事情当中看 好像是一个调侃 但你放在大环境中 去理解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共的这些专权部门 收着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贵的 这个过路费 过桥费 都还在喊赔钱的原因了 钱都被谁拿走了 都被中共这些利益集团的家人拿走了 所以有好像吴眠先生提出来说 我要承包公路收费 我保证扭亏为盈 这样的调侃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因为非常接地气 这也让我想起了 早在九几年的时候 在我们当地 这个收费 或者说罚款 实际上就是承包的 某一个乡镇 就会把这个公路的收费权 或者是查车的权利 承包给在地方上那种地皮流氓 或者是乡村恶霸 如果说 举个例子吧 如果这个乡镇 他们的车管部门 或者是交通部门 一年能收五六万块钱的成本的话 那他会公开的招标 那就说 我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权利授权给你 你来查车 你来罚款 你来收费 一年 你上交给我十万 那这样呢 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 车管所也好 交通局也好 他们就坐收其成 还要比他们亲自去查车 高收入接近一倍的费用 另外呢 他还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什么都不做 那结果呢 这些地皮流氓 承包了这样的权利之后 就在公路上 肆意的查车 日夜不停的去查 不管是自行车 摩托车 那个时候 就全部都要 以各种名目去收费 罚款 有的呢 你在这个线里被查了 你买了交这个养路费 你跑到另外一个线 又被查了 你告诉他 我也有 我也有这个养路费 有单子 你那个单子不标准 你先交上钱 我重新再给你开个单 所以 一辆车你走到哪个线 就要买几次养路费 这样的状况 也是时有发生 甚至呢 这些承包者 为了追一些 不愿 交这个 再交养路费的这些人呢 就拼命的 穷追不舍 把这些人追的 走投乌路 撞在路边的公路上 公路边的这个树上 撞此人命的也不少见 我在看守所的时候 就有一个被雇来执行这样任务的一个小地皮流氓 被送进看守所 原因就是说 他就追这些人 把人给两口子 骑着摩托车就给撞了 当然这种都是象征性的了 在里边关几天 也就取宝算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惩罚 但是这种形式说明 中共已经把整个国家的 所有的可能卖钱的机会 全部都用来赚钱了 交通也好 旅游也好 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都是这样的 所以网友的这种调侃 我觉得对于熟悉中国环境的人来讲 是不难理解 可见中共 劫持着整个国家 国库就是党库 手里不是没有钱 是有很多钱 而这些钱又都变着法子 成了他们的个人财产 进入他们的私人腰包 一个贪官拉出来 都要用卡车到家里去拉钱 钱的数量都要用吨来计算 这在纵观全球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你如果说在某一个太阳光家里 清出来的钱用吨计算 要用卡车去拉 要烧毁多少台 这个点钞机 我想在美国 要解释给美国的这些官员 或者是一般的这些美国民众 你不用说别的 你就让他相信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 杨改兰 大家看到了 一家六口先后因绝望而自杀 作为一个政府 作为一个现代时代 国家在很多很多 民主国家或者半民主国家 都实现了教育 医疗 养老的这种免费 那么相反 这些国家向人民收取的税 比率远远比中国这样的状况下 要低得多 那反过来 中共说没有钱来搞这些东西 但它却有钱 有比军费还高的钱 来维稳 来维持它的专权 来镇压自己的民众 如果把这些钱拿来用 来改善民生 改善教育 医疗 养老 那我想 中国的百姓 绝非是现在的生活状态 杨改兰一家 也绝无需去 先把孩子杀掉 然后自己再复毒自杀 所以其实杨改兰的这种做法 完全是出于绝望 我想这种绝望的来源 就是这个吃人的社会所造成的 你除了按照中共的独木桥去走 你没有任何的出路 没有任何的机会 社会整个所有的这种机会 都被中共这个邪恶集团给垄断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我就想起了我在去德国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现在你从德国已经看不出东西德人民思想上的太大差别 那么当时的柏林墙也是东德人建的 当时的共产专制制度也在柏林横行这么多年 那么为什么柏林墙倒塌以后 人民就迅速的能够融入到现代文明社会当中 而中国却仍然处于这种专制之下 而且还有人正正有词的说 什么历史论阶段论文化论素质论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国情论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制度论 只要中国的这种专制制度改变了 不存在了 进入历史了 中国人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权了 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了 那么中国也依然也会和这些国家一样 很快经过阵痛后 人民就能够自由自在的过着惩恶扬善的 这种顺其自然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渠道 唯一的目标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命运才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才不可能成为杨改兰一家 或者也不可能成为雷洋 我们也看到了雷洋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没有一个进展 相反有关的人员还都被中共控制着 甚至想通过民政部门拿出一千两百万来 摆平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对中共不要再抱任何的希望了 中共通过任何渠道耍的手段 我们只需要去怎么样 把他的手段识破来解读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找出各种理由来对他进行信任 最近也有消息说 网语虽然被取保 但是一家被软禁起来 随时都有国保跟踪监视 我想这个 这也说明中共对于网语所做的这些 还是一万个不放心的 根本就不相信的 用他们当年说我的话来说 就是一眼看不到 你可能就担心他会把这个事实给说出来 所以这只是换了一种关押的形式 我们不要对此抱任何的希望 目前全球对于中共邪恶集团的认识 已经在不断地转向 那么绝不周澳班西方这一套 也不是你中共想不照搬就不照搬的 中国必然要走向文明 必然要选择社会公正 要选择有人性的生活方式 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这是没有人能够逆转的历史潮流 好的 谢谢大家 这是陈光诚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